今天在野的三黨 包括民進黨 這個台灣團結聯盟跟親民黨 共同發了一個函給立法院 我們對於這一次違背憲政爭議 立法委員所選出來的院長 居然可以被國民黨一個最低位的內規 可以搞掉 明顯違反憲法用一個內規去凌駕 憲政機關的這個首長 我們對這個東西以後認為有問題 所以要求立法院不可以回復 至少要由這個王金平院長 召集黨各黨來協商 協商出一個結論之後 才可以做這些動作 所以這個事情 我接著無法官在後面講 冰水要要問他 你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回復差別在哪裡 你回復中選會 他15天內才能公告補一個 你補了一個才能投票 要選新的院長 所以立法院如果不回復中選會 這程序沒有跑完啊 你根本沒有換一個新的院位進來 所以這整個事情 馬英九可能也沒想清楚 然後羅志強每天忙個三十歲 我把他在想什麼 但是我對國民黨來講他小孩 因為羅志強小我已經一歲了 他的女兒跟我兒子同個年紀 都三十四歲的年紀 我就覺得羅志強在搞鬥症的時候 不要把孩子拿出來講 太殘忍也太矯情了 你為什麼不說你忙到三十四點 是因為八月三十一號 緩了南迴的鐵路翻車 緩了台南人大罪 緩了街人的街頭流下來 或者我睡不著 是因為沙瓦多德的國議員來 本來總統要接見不能接見 我擔心台灣的外交 你都沒有擔心 擔心國家大事 你只提到王金平 還在為了殺王金平 晚回家睡不著 還沒把四十歲的女兒拿出來當招牌 這人老爸媽這樣 我告訴你 我來說一句 他為什麼這樣子弄 他你看剛剛馬英九那個鏡頭裡面 比如這個好龍兵陪著 去判那些身心障礙者 去看那些老人 笑眯眯的 真親切 他就告訴你說 我是人啊 我不是殺手啦 我不是沒錢沒錢的 我不是講人家做這個事情啊 我是人家的爸爸 我是有家庭的 我跟你們一般人一樣 他們是幹完壞事之後 這次他們也沒有料到說 會殺到這麼激烈 到親上火線 然後那個嘴唇臉全部曝露出來 全老百姓的 全老百姓都嚇了一跳 說原來你們的親民沒什麼事 所以他們現在要這樣 趕快做事辦後趕快彌補 彌補這個時候 拿弱勢 拿這個家人 來在那邊擦脂抹粉 所以這是雙重可惡啊 殺了人生之後 這個是 我爸講說沒人性 這是為什麼這樣做 他完全是一個政治操作 再拿弱勢在這邊 所以他才要跟你講 說我有人性啊 我有小孩啊 我回去看看弱勢啊 可是我覺得他們要講一點 當王金平在嫁女兒的時候 你做這些事情 台灣人民想 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羅志祥你也不會希望說 你以後再嫁你女兒的時候 去發生這些事情 小平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你們都做了這些事情 現在擦脂抹粉 像剛才春旭大哥講的 林老師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動吸嘛 馬英九的一些言行 我是三母就是說 藏你考 還睡不著 那為什麼 小平我要解釋一下 他是怎樣 認為說考究會已經臭小檔 小平我解釋一下 是不是這樣 就是已經大功告成了嗎 馬總統的心態是什麼 從犯罪心理學來看 犯罪心理學 很多犯罪的行為的人 做完壞事之後 做或者是特定的行為的時候 他會有一定程度的滿足感 他得到自我實現 在很多犯罪的過程裡頭 所以馬英九是很典型嘛 這個也印證說 你長是那個老闆的對不對 你這樣說到老闆的老闆的老闆的 今天要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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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我坦白來講 今天的笑容 還是真正的馬英九啦 你馬英九也看過很多這種老人啊 什麼的 有笑得像今天的笑容 那麼燦爛嗎 沒有啊 同樣的道理 剛剛這個 我們村集中講得很好 如果我們從開半框來看一下 未進去那個 看那個老人的那個公開場合 你去記者去問 問的是你長口的事 問的是你睡不著的事 哇笑得好開心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你看同樣的道理 羅志強 你回去看你兒子 啊你回去他在剩下黑漢 啊你講說 黨政黨每天在修理王近平 你都沒想到就說 欸 人家在嫁嫁嫁嫁 你都沒看到說 王金平不回來了 王一定回來了 你看看人家的阿哥 你看他們的家修 大家哄哄得這樣 你都沒想到 大事大非啊 所以坦白講喔 你既然能夠 體諒到你自己家裡的這些 兒女的這些感情 我們尊重 但是你都沒有考慮到 其他人家的家庭 人家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背後嚇人家毒手 就是羅志強啊 對不對 那回頭過來講 我們剛剛在講到說 所謂王金平這個院長 資格的這個部分 王金平院長 他跟國民黨 那個是司法 是民法的關係 他是不是中國國民黨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王金平是立法院的院長 他是立法委員 所以他跟立法院 王院長跟立法院 他有公法上的一個關係 對不對 王金平是立法 是不是立法院委員 他的資格有沒有注銷 這個是立法院的事情 不管是內政部 或者是說 這個中東選會 有什麼資格來解釋說 王院長到底是不是立法院的院長 這個當然是立法院來做解釋啊 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 王院長的立法委員的一個資格 有正義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王院長已經在昨天 已經提起行政策訴訟 就暫時凍結 或者是處分這個狀況上 提起行政策訴訟嘛 所以誰要贏 誰要贏 誰要贏 不知道啊 所以我坦白講 今天馬總統 那會因為黑手也深入 台北地方法院了 對啊 我們現在不要擔心說 馬總統今天這麼高興 不只是前面講 要補一下人性 因為他如果講 他沒有人性嘛 所以他要去看這些老人 我們不要擔心的是說 啊 台北地院也搞定了啦 就跟特殊組一樣啊 就跟國民黨考機會一樣啊 今天台北地院會不會搞定了 為什麼 這程序太奇怪了 假處處分沒有在開庭的 小學生我們現在還在等 還在看 結果是什麼樣子 大家還在猜 結果很有衝擊 沒有開庭是什麼意思 過去都是法官自己都裁定的 書面裁定嘛 還在工房欸 對 兩邊還要律師來 過去有這種發生這種事沒有的 還有一個來 還在工房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就看最近的報紙 怪怪嘛 那如果還在工房的話 你看這是聯合報的頭版 叫做馬王三回合 十二小時大大豆房 王津平立面龍頭 南寶 一直說 他好小好小啊 他昨天才叫做 工信莫長 這個沒有問號啊 沒有問號 他就是說 你就是 你就是 就要怎樣 黑溜溜溜 對嗎 黑溜溜溜就起了了的意思 我一直說 有小小的說不對 很多人都說 叫做主播 有小小的是 看這個 看這個 他就說 然後呢 不只是這個 不是這間 你如果說 現在台北第一位 我們馬上要連線 正在工房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中國時報的頭版 马英九总统来 挥泪掌王 下面你说什么呢 前面这个报导 一天之间 王院院长变平民 有吗 他这个是在丢掉 他变得平民 树倒胡孙散 中国社会的爸爸在弄树倒胡孙散 他已经在告诉我们结论 来 吴委员 你可以很精准的分析 这到底在干嘛 但是我们先连线到台北地方法律 因为 其实我们前天就说 考纪会 做出开展 会不会是中华民国 最丑陋的一天 真的 最丑陋的一天 而在今天王金平的假处分当中 台北地方法律下午三点半 将开庭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对王金平提出四大诉求 听取双方的意见 谢谢 谢谢 下午接近三点半 两名律师分别接受国民党 以及王金平委托 从来到地方法院准备开庭 除了事实有所误会之外 那程序的处理稍微先提早 那给院长这边的权益上的保障也没有 最后决定过于仓促 不接着说 那个比例上的原则 申请人做出这样的主张 那他是不是也间接的承认说 王院长是确实有违反党纪 只不过他党纪的处分 有一点点违反了比例原则 原以为在中选会受到国民党 撤刷王金平党员证书之后 王金平已经作困仇承 失去立院院长资格 因为王金平在11号深夜 突出其招做真正的最后一波 好那其实在昨天深夜11点钟 最左右王金平是另外申请了紧急处置 而这个紧急处置呢 他虽然是属于假处分的一种 不过他更有急迫性 所以法院必须在7天之内做出结果 王金平申请紧急处置 并且要求法院 明中选会不得将撤销党员证书 送交立法院 还有同时要求立法院 占不得注销他的立委资格 让他们继续担任立法院政长 并且继续推荐核四公投 及服务协议等国家重大法案 为了名誉以及个人职权的王金平 使出最后手段对抗国民党口中所谓的党级 司法的正义 经过90分钟的攻防战后 到底谁会赢 快则晚间 慢则隔天就有结果 此外新闻中央报道 好 观众朋友 然后中选会 然后中选会又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 然后秘书处下班级 也没有收到公文 可是随即在昨天晚上八点半 国民党部公告了处分的决议书 这个撤销还有党级的部分 今天呢 立法院秘书处收到了中选会的公文 发给人事处在进行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ING 正在进行当中 立法院现在进行当中 也是委员刚刚特别提到 你们认为 应该不能够擅自去做决定 把韩就回给了中选会 现在正在进行 可不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以这开庭申请 一方面紧急处置 假处分 到底你假处分是什么 他想要假处分 其实这个案子是说 他想要假处分 说国民党对他的这个 撤销党籍的处分 就把它停住 把它冻结住 所以定定他的战胜是状态